葫芦岛站的民警成立了打票专案小组 结果第一天就抓到两个人 那么第一个人是吴某 在12月14号那天持站台票通过了安检上了车 但是让吴某万万没想到的是 到了隋中站下车之后来接站的会是民警 民警在吴某身上搜到了三张站台票和14张过期的车牌 其实民警很早之前就盯上他了 因为从今年年初开始 吴某就多次利用站台票和过期车牌 往返于隋中和葫芦岛站之间 那么隋中到葫芦岛 单程硬做车票才12块5 你看这点便宜都得占 而且还是没完没了的占 这已经涉嫌诈骗了 那么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 铁路警方给予吴某行政拘留5天的处罚 同时追缴其诈骗所得的铁路票款